去美国纽约时报网站4月14日报道 中国雇车者已经放弃对外国品牌的喜爱 多年来像上海一户曹县人家一样 被豪华车品牌吸引的顾客 一直是外国在华汽车厂商的销售目标 但现在情况不再是这样了 报道称均为36岁的本曹 与妻子雷契尔打算把两辆保时捷 换成一辆29万美元的保时捷911跑车 并购买他们的第一辆电动汽车 由理想汽车公司在中国设计和制造的价格为 7万美元的运动型多用土车 曹先生是一名商业顾问 他说如果你坐在一辆理想汽车中 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奢侈 报道还说理想比亚迪 蔚来和小鹏等中国电动车企迅速崛起 他们将成为前往上海出席18日开幕的 上海车展的行业高管工程师和设计师们的主要关注点 中国目前是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 这些本土团队正在击溃迄今为止 一直开采着中国庞大客户池中 富矿资源的跨国竞争对手 像曹先生这样的购车者 以及中国车企拥抱电动汽车的速度 远超几乎所有人的预期 报道进一步说 中国汽车企业的崛起 是该国在电动车领域统治地位的右翼例证 中国现在生产和销售的世界上大多数的电动汽车 其实力延伸至整个电动汽车产业链 中国自己生产几乎所有这些电动汽车的发动机 并且生产用于锂电池的大部分化学材料 中国甚至在开发下一代技术 纳电池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 去年中国销售的电动汽车中 80%由本土车企生产 去年秋季 本土车企每月销售的汽油车和电动车总数 超过了跨国车企 爱瑞博投资咨询公司总经理 史蒂芬戴尔说 由于中国车企的持续发展 尤其是电动车行业的发展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很可能会继续下降 如今随着汽油车销量的缩减 和电动车销量的激增 外国车企和自公司销售的汽车数量 已经锐减 电动车占中国汽车市场的份额 去年达到25% 而相比之下 这个比例在美国还不足6% 报道还说 2012年最后一个季度 中国本土车企的市场份额 从一年前的47%增至52% 这在很大程度上 是依靠了电动车销量的大幅增长 最畅销的品牌是比亚迪 目前拥有汽车市场10.3%的份额 并且正在取代大众集团 成为中国车市的领头量 报道最后声 即便是在像上海车展这样的 汽车展会上 选择展位的巧思也发生了变化 一直到几年前 中国车企总是选择 把展位设置在靠近 梅塞德斯奔驰等 跨国品牌展位的地方 预期中国购车者 会蜂拥至跨国品牌展位 并指望他们或许可以 顺便看一下本土品牌 克莱斯勒公司前首席执行官 比尔拉所说 但现在的情况是 中国电动车品牌 成为展厅里 其他车企希望围绕的焦点 他说 你希望与他们靠得更近一些 这些中国公司拥有 最热门的电动车 国外汽车厂商 现在没有这样的光环了 国外汽车厂商 也是 个人